今天是6月9号 我的MIC过几天就到了 我现在正在焦急的等待着 虽然知道 我自己一定会买一台MIC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天来得那么快 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定制的配置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选择的是 27寸屏幕 然后在这三个基础上 我选择了高配板再进行定制 处理器我保持 第九弹i5不变 内存我保持8GB的一个配置 之后选择自己升级 图形处理器580X已经足够强大 那不变 储存设备需要强调一下 尽量去选择固态硬盘 那么根据你的预算 可以选择不同的容量 我选择512GB 鼠标和触控板的话 我选择妙控板 添加到购物袋 另外的话 今年的Apple Care家 对于Mac的服务 它是包含两次意外显 也就是屏幕损坏 或机身外壳损坏 收取799服务费 对于其他损坏 收取人民币2299的服务费 而且这些都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 那么我也就选择Apple Care家 那这个就是我的全体配置了 那如果你是一名高校学生 或者说你是一名教职工的话 你就可以在官网上享受 教育商店的一个优惠 一样的配置的话 能够节省1600元左右 那我们就先开箱 我买了两条Inred的内存条 那这里不推荐大家去官网 去升级这个内存 是因为这个电脑 它本身支持内存条的一个拓展 比如这台电脑 8GB的一个内存 其实是有两条4GB的内存 占有了两个槽口 那剩下的两个槽口呢 就可以由你自行购买内存条去拓展 比如我在京东上花了1050块钱 购买了两条16GB的内存 经过验证 最后原装的和我购买的内存条 组成了一个40GB的一个配置 并且没有被降频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方案 推荐大家内存条都自行去升级 而且它的升级方法非常的简单方便 那么录这一期开箱的目的一方面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购买建议 因为在买之前我也在网上面看了各种各样的一个介绍 选择配置的一些视频 那最后得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总结 另外呢就是也给自己留下一点点记录 毕竟是给自己买的第一台iMac 这个位置应该有特写 它是一个定制版 从网上订购的到货应该花了四天的时间 之前用MacBook的时候 我就几乎已经不用鼠标 包括剪辑这些 我都是靠它的触摸板来完成的 如果说你是官方标配板 它这儿会有一个鼠标 妙控板的话 我之前真的是没有用过 用了就回不去的 如果你以后有搬家建议把这泡沫整套给留下来 我的配置就是把它的2T的融合硬盘 换成了512的一个固态硬盘 2T的融合硬盘其实包含了128G的一个固态硬盘 剩下的是机械硬盘 如果你选择了融合硬盘的话 它跟固态硬盘会有一个体验上非常大的差别 我觉得到了9012年 你真的不会觉得这个屏幕有多大 多震撼 但是我对它的期待值依然是非常的高 这就是完整的一个机器了 非常的简洁 我在开机之前要做的一步是把内存给换上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up主 他买了两条海盗船的变身条 我首先是没有插内存条的状态打开了它 然后发现是8G2666红断是没有问题 但是当它装上两条16的内存之后 的确是40级 但是缺降频了 占到了2400 但是两个品牌混搭 还是会造成一个降频的现象 所以我打算的是在开机之前 换上两条内存条 换内存条的话是在它这个背部 有一个最科学的方式 我觉得需要在撕屏幕膜之前 来把这个内存条给换了 这边会有一个按钮 对可以把它拆下来 推进去 搞定 大家应该从我的片头也看到了 我拥有好多款的苹果的产品 那这并不是说我是在装衣 或者说是一个完全的果粉 而是这些年苹果的产品用下来 我觉得无论是从硬件上 设计上 包括它的软件 以及它的生态上 苹果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惊艳 那么我就值得为它去买单 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之前的那台笔记本 是我14年的时候买的 那从14年到现在19年 这五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甚至觉得它一直是我刚刚买的那个样子 我在平时我不用去给它关机 我不用去给它装杀毒软件 那它给我的回馈 一直都是令我满意的知道 今年我升级了一个系统之后 我才觉得似乎略有卡顿了 那么我在剪辑一些视频 包括播放4K的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点力不从心了 那这也是我购买这台电脑的原因了 那当我连上这台电脑通上电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MacBook Pro里面的内容给迁移到这台 那苹果它自带的有一个叫迁移助理的工具 那做的就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便利 这也是苹果设备之间一以贯之的一个 给我的一个印象 就是它的融合非常的好 那它把我的电脑里面的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设置 包括应用以及应用的设置 原原本本的搬到了这台电脑上 那这种感觉用户体验是非常非常棒的 这也是我一直去选择苹果的一个原因 关于这台 RMac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一个嘛 就是网上盛传的买屏幕送电脑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电脑 一个娱乐工具 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你要相信它在未来这个时间里 给你带来的价值 那我也相信它未来的时间里 能给我带来的价值 那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关注我 给我点赞 反正能为我做的 我都非常的感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